业与生活平衡 我是陈淑晴老师 这门课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 不但有趣呢 它其实还非常非常重要 它有很多的用途 包括环保啦 包括 健康啦 包括这个农业啦 这些呢 都可以应用到 这个课程的知识 这个课程的话呢 我现在把它分成 11章 那前面几章的话 主要讲的是 基本的一些概念 就是说 分子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中间的部分的话 讲比较系统 就是说怎么去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 那最后的话呢 就讲到一些比较 更大的系统 就是一些应用 那我们第一章的话呢 我把它取名字叫聪明的分子 OK 所以我们这个学习讲的 东西呢 不是说我普通的分子 而是一些聪明的分子 那什么是聪明的分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聪明片 好 我们先弄清楚什么叫分子 好不好 分子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 所有东西你把它弄到最小的就是 原子 原子的话呢 那有这个 我们这个生物体里面 过程这个生物体的原子里 的话呢 基本上是最多就是 基本上是六种 就是 氢 碳 氧 氮 磷 磷 那这些东西的话 他们这六个东西 我们把它们自己弄得很清楚 那这个六个东西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呢 组合起来的话呢 通常我们把它叫做简单的分子 比如说像水 两个氢 一个氧 对不对 二氧化碳 一个碳 两个氧 氨 一个氮 三个氢 一个硫化氢 两个氢 一个硫 这样的组合呢 我们把它叫做简单的分子 它的特性的话 我们现在大部分搞得很清楚 那往右下 右下 方这个地方去的话呢 他就说 我现在多一点 我可能十几个 二十几个 三十几个 这样的一个 原子的组出来 那他会形成一个 所谓的单体 单体 那这个单体的话呢 包括哪些的包装 像葡萄糖 脂黄酸 氨基酸 荷钢酸 那这东西的话呢 他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再 做一次的组合 组合 他的 组合起来 最后这个分子的话 他可能就几万个 几百万个 几千万个 原子所组成 那这些东西呢 我们叫复杂分子 这个复杂分子是从 单体的分子所组合出来 比如说我葡萄糖呢 我就可以组成多糖体 我的脂黄酸呢就会组合成 紫质 我的氨基酸就会组合成 蛋白质 我的荷钢酸就会组合成DNA 那其中 这个 这分子都很聪明了 但其中特别特别聪明的话 是一个 蛋白质 那蛋白质的话呢 他是 怎么样 这个 这个 英文说 proteins are very smart molecules 他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分子 那 我这边proteins加互数的话呢 是说他有很多种类 为什么呢 比如说 酵素学是什么蛋白质 他可以分辨分子结构上 或者是分辨 分辨分子 不是把一个分子分辨出来 他这个分子结构上的 细微不同 细微不同 他都可以分辨出来 那我们这个东西啊 你要 做的话呢 用仪器设备来做的话是很困难的 要很贵很贵仪器来做 但是呢我们酵素 非常非常简单 就可以把它分辨出来 因为酵素怎么样 酵素他就是 他原理就是 我们的这个 钥匙跟 锁一样 一个钥匙 对一个钥匙 一个钥匙对一个锁 一个钥匙对一个锁 这是一种开关的一种观念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 这是我们 以下课程会来介绍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当然 好 对 感谢观看